號稱冰藏界蔡依林42歲的劉軍林 他曾幫諸葛亮辦喪禮接受BBC的採訪 加上身為76行者議員 愛心天使的正面形象是頗好的 不過他的前男友之一卻向周刊來爆料 支持他遊走在多名的男子之間 是不折不扣的海后 號稱冰藏界的蔡依林42歲劉軍林 他曾幫諸葛亮喪禮接受BBC的採訪 而且加上身為76行者之一的議員 他的形象是非常的好 而且還擁有愛心天使正面的形象 不過他的前男友之一近日卻向周刊爆料 他直指有多名男子 而且同時交往多人 根本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后 劉軍林被前男友爆料是劈腿的常客 而且還說他根本就是海后 而對此劉軍林也在臉書貼出了942字的聲明 反控前男友根本是家暴的恐怖情人 聲明書中提到劉軍林致力奉獻生命禮儀 並長期無償為貧苦無力者美容送行 深或社會各界的肯定 而近日卻屢遭有心人士以惡意言論攻擊 而為正視聽 僅待劉軍林聲明如下 周先生與本人交往的時候 經常因為瑣碎細故就動輒辱罵本人 經台灣新北地法院112年度刑事判決定驗 成可為法院認證的恐怖情人 而且交往的期間 還曾在餐廳以丟植冰塊桶的方式毆打 使得本人畏懼不忍提告 沒想到周先生反而在分手後 持續向他索要財物 即唯請律師聲明如上 如在欲有造謠聲勢者 必祭出金剛手段 其請有心人士切莫自悟 不希望將來走到法律途徑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任職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謝姓女上士 上個月涉嫌利用休假時間當車手 被警方在北投逮捕 全案以詐欺等罪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而女上士最後是以5萬元交保等候 新北市新莊警分局詐欺小隊 偵辦二次詐騙案 與彈車案的拉拉莫夫外送員 經外送員配合警方偵辦 先向被害人取得撞有10萬元的包裹後 再送到取款的謝姓女車手師 當場將她逮捕 經調查 證明車手竟然是 自通電軍指揮部的現役軍人女上士士官 謝姓女稱是第一次 指示收取1800元酬勞幫忙轉交包裹 不知幕後指示者是詐騙集團 一日檢方奉訊後 依詐欺罪於知5萬元交保 全案依詐欺吸遷防治法 依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好 接下來看到 刑事局一名林姓警政監 今年1月才從台中市行大升遷 不過檢方卻查出他在擔任 市行大大隊期間 疑似與博弈集團來過從聖命 在追查集團金流級帳戶的過程中 發現了這名林姓警政監的名字 2號上午搜索刑事局 將人帶回問訊 據瞭解台中市行大日前接獲勤資 要偵辦國內最大的網路博弈網站集團 但卻遲遲未展開調查 案件延宕多時 台中地檢署懷疑 台中市警局相關人員有涉案的嫌疑 其中刑事局警政監林明佐 在任職台中市行大大隊長期間 疑似與博弈集團勾串包庇不法 隨即展開調查 而台中地檢署2號上午指揮 廉政署中部調查組 到林明佐的住處及台北辦公室來搜索 林明佐晚上7點被廉政官帶回台中中調組 並由中檢黑金組檢察官附訊 漏夜偵訊後 認為林明佐涉犯泄滅 貪污等重罪 而且有串證之餘 有檢察官向法院伸壓 擠壓警見 接著社會焦點 關心到的是雲林董南 今天早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 警銷貨報到場 現場是5車追撞事故 而且其中有一台還翻覆起火 一共造成5人受傷 有一人是當場失去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之後 依舊是宣告不治 撞警影片現在已經曝光 可以看到原先有多台車正在停等紅綠燈 沒有想到下一秒後方車輛突然零煞車的猛撞上來 車殼碎片噴飛一地 現場是一片混亂 趙氏流線駕駛當時行駛在中線道 沒有減速 快速衝撞停等紅燈的車輛 一共造成5人受傷 其中一人當場是失去了呼吸心跳 這一名是45歲的林姓男子 送醫之後依舊不治身亡 好 轉換焦點來看到娛樂的消息 一人大死不滿前夫汪曉飛離婚之後 把原本放在家中的四伏化搬走 害他無法查封執行剩餘的撫養費債權 而控告汪曉飛涉毀損債權 2號台北地檢署再度傳喚 汪曉飛以被告的身份出庭 而停宣結束後 汪曉飛也接受了訪問 表示自己最近心情還不錯 孩子呢 我也覺得他們都是留著我們兩個的血液 我作為父親呢 會盡我所能去照顧孩子 他們遇到任何問題 遇到任何的血液上的問題 我隨時歡迎他們來找我 我也隨時敞開我的懷抱 希望我的孩子呢 能這個 當他們有問題 想要回到北京 或者想找我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父親 我非常非常地歡迎 謝謝 去海邊走走 去好好地體會一下 台灣 就是我們台北的生活 然後去一些咖啡廳啊 感受一下這個 這邊的一些美食 然後跟朋友啊 跟女朋友啊 家人啊 見見面啊 對 我覺得很 很輕鬆啊 去哪邊呢 去 跟杯角 以前我自己經常去 很熟悉 好久沒去了 接著關心到的是78歲資深藝人康凱 是演藝工會的前理事長 他被爆出去年在進行業務交接時 涉嫌動手毆打員工 而且還出手掐員工的脖子 最後遭到台北地檢署 依傷害恐嚇等罪起訴 康凱一百一十二年九月十五號下午 在中華演藝總工會進行業務交接 離開時帶有有證書字樣的字物品 被L信員工阻止 康凱竟然基於傷害的犯譯 出手掐L信直圓脖子 再以揮拳 腳踢 而且推他撞牆等等方式 來攻擊對方 L信員工頭部頓傷 頸部挫傷 下背和骨盆 以及右側大腿挫傷等等的傷害 經過台北地檢署偵辦之後 將慷慨起訴 傷害 恐嚇等公訴罪 好 接下來看到台北一名媽媽 二號晚上發文表示 孩子二號早上被國小教練來體罰 而且打到屁股都瘀青了 記得他帶孩子去報警提告 正名媽媽在臉書發文表示 教練過去就曾體罰 孩子的屁股也被打到瘀青過 然而二號早上 有九個孩子被教練用掃把的木柄 打屁股一到兩下 每個孩子的屁股都瘀青紅腫 讓他開始覺得教練不適任 是你的孩子你會接受嗎 媽媽事後也PO上與孩子的對話 他詢問男童為何被打 對此男童表示 他們運動時有個同學跑樓梯的方式錯了 他出聲提醒卻被教練誤會在聊天 即使否認也被認為在說謊 而最後九個人都被教練體罰打屁股 讓他開始擔心未來可能會發生危險 是否要打到出人命才能來檢討力道跟情緒的問題 而此外兩個以上的孩子說法都一樣 只有教練的認知與孩子們不同 就能因此體罰嗎 還是要強調沒有說我的孩子不能打 但不能過頭 而此外民眾黨台北市議員林真宇 也在貼文下方留言表示 已經通知教育局到議會說明 呃